大陆在特斯拉最危急的时候 公司都几乎要坐不出车的时候呢 说你可以到上海来坐你的特斯拉厂 当时就有一个协定 最好零附件能够本地化 所以到现在为止 特斯拉在大陆所生产的车里面 大概95%都已经本地化了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国家策略的展现 它的确是个举国体制 但是它不是非常狭窄的 在过去那种补贴概念里面的补贴 相反的呢 美国跟欧洲的各个国家 反而回去了过去最狭隘的关税壁垒 直接国家补贴 所以我们到底哪边算是比较公平竞争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好 说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 市场非常的庞大 也很强势 不仅满足了他们的内需市场呢 更用高CP值的产品力跟价格战 去出征海外 再把国际市场杀的是不要不要的 也逼得美国跟欧盟呢 都要祭出关税的手段来打压 而作为电动车产业先行者之一的特斯拉 他们很早就布局中国大陆市场了 但过去深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跟牵连 还一度被北京官方给封杀 跟民间各种诋毁 说什么特斯拉刹车刹不住 会自燃等等 甚至有许多的政府机构 甚至是文化的会展中心 都限制特斯拉 你不能开进去 但是没有想到最近特斯拉竟然翻身了 它竟然首次进入到中国政府的采购目录里面 还被官员称呼是国产车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这马斯克跟北京政府是私下达成了什么样的妥协吗 怎么突然就欢迎这位外来和尚 对他敞开大门了呢 大前委员 坦白讲 马斯克跟北京政府的关系 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都还不错 特别是他可以在上海得到这么大的协助 把他的超级工厂设在上海 那么马斯克在面对很多地缘政治的谈话 他也一直都是站在中国大陆那边的 我记得前去年吧 马斯克还公开讲说 两岸应该赶快统一了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讲完这句话之后 我本来预期说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应该要抵制特斯拉的 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要跳出来 骂马斯克跟抵制特斯拉 所以其实马斯克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上 他跟北京政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他顶多就是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拖累而已 但是对北京来说 其实北京很聪明 大家仔细看一下 北京虽然知道美中贸易战 美国要执意要全面开始对他进行围剿 可是其实北京方面并没有很直接地把手 打到所谓的美国的企业或者是西方的企业去 他反而跟这些美企业跟这些西方的企业 还是维持很好的互动跟关系 包含习近平出访的时候 还是利用机会跟这些企业的负责人见面 为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北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 美国跟西方国家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 这些金主就是这些企业界 政治人物的背后就是这些金主 这些企业界可以决定这些国家的重大政策 所以其实北京政府 在这个美中争霸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美国企业 或西方企业都赶尽杀绝 他反而留下这些企业 让这些企业认为在中国大陆市场 还有发展的机会 还有获利的可能 他们都会回过头去影响国内的政策 最近我们看到了欧盟准备对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科增惩罚性关税 首先跳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BMW 就是德国的车器 他们为什么要跳出来 因为他们很在意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北京当然 马斯克对北京来说既是朋友 又有重要影响力的 全球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所以你说北京对他特别友善 其实这也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我必须强调的是 北京这一次替马斯克开了一个超大的大门 这个大门是什么 是他允许了特斯拉在中国道路落地 他们自己发展的叫做全自动驾驶的软体 而且同意特斯拉可以把全自动驾驶的软体 所得到的数据data可以带到国外去 让特斯拉继续去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模型 这对特斯拉来说 他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理 因为以北京这么强调国家安全的这种概念 跟角度来做思考的话 他几乎断然不可能同意任何一家外企 把他们在中国道路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 带到国外去进行研究 可是他对特斯拉开了这个大门 那对特斯拉来说 为什么是另外一个大理呢 因为特斯拉想要发展的最重要的人工智能的应用 就是自动驾驶 可是自动驾驶你需要很多的数据 去把你的模型来进行训练 这数据从哪里得到 从美国吗 美国自己到底有几辆电动车 现在都可以算一算看 你说到底在哪里能够有这样好的环境 让特斯拉的电动车可以在那里得到 大量的行车的数据 然后来训练他的人工智慧模型 只有中国大陆 所以今天马斯克在北京得到的这份大理 是有助于特斯拉未来在人工智慧的 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领域 称霸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大险委员刚刚有提到 其实在电动车背后 我们看到更大的目的性 其实是大数据 不过其实美国之前 包含他们对Tito 他们对Tenmu 他们对Shin这些大的电商 他们都有提出很多指控 就是可能会有这个被开后门 被隐私的这些问题 但现在中国反而允许你特斯拉进来 我很好奇这个中美对抗之间 为什么双方对于彼此的企业 这态度截然不同 我想问一下严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过去就是强调自由贸易 因为他的这个要出口的东西 绝对是高品质的 然后绝对是很多人想要的 所以他希望你不要增加他太多的关税 让他强调自由贸易 让他的产品可以进入你的市场 所以这个是当你的 这个生产的能力很强的时候 你希望你主张的一定是自由贸易 结果现在美国反而用关税 希望能够阻止大陆的产品 进入到他的市场的时候 或者欧盟也是一样 就代表是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品的竞争性很强 对不对 竞争力可能还超过了你的 所以你要保护你的市场了 保护你的企业 保护你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电动车业 或者说其他一些高科技东西 回头来讲的时候 就是当你要这么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出一个 我们讲说是指控说对方因为 为什么会比较便宜一些 因为他们有补助 因为他们有不公平的 对不起 当然会有不公平的这个竞争力 为什么 中国大陆工人的工资 就是比你美国低 这个是绝对的事实 那你也没办法改变 你也不能说因为你工资低 所以我们这个是不公平贸易 并不是 好那下面就是想 你是不是有政府补助 现在欧盟也说有补助 我觉得欧盟讲的那些补助 到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漫天寒假 现在说什么17%到38%到最后一定是马上在小巷子里头还钱 就会低下很多 因为你要找到很足够的证据 同样的你美国没有补助晶片吗 你还通过晶片法大拉拉的在那边补助 欧盟没有补助吗 欧盟过去我们也说 它是一个叫做这个Fortress Europe Fortress 就是说它等于像一个壁垒一样 不让你的东西进去 不让美国的不让这个其他国家 所以这些都是 他们能不能够拿出很强的证据 证明说大陆的补助已经超过这个欧美的补助 然后还有什么特殊的一些 好像让大陆的产品 是不是过去我们讲说 可能纺织业他就说 因为大陆用新疆的用这个 这个这个劳工 这种比较这个 这叫什么监狱的工人 雪汉 雪汉 不是雪汉还是一般的 他就说你根本用这些 反正就是非法的 非法的被关的人 那这样子当然这个会被拿出来 但你现在可不可以证明 就是有足够的这种东西 来让他们可以很强势的要求来增加关税 那另外还一个问题就是 过去美国对日本也是一样 到最后要求你设厂 我觉得美国会到最后是竞争不过就要求大陆到美国去设厂 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跟台湾竞争不了晶片 把我们台积电抓去设厂好像也很难改变一个这个整个的企业的文化或什么竞争力 所以美国确实需要想一想你要怎么样来跟这些后面追兵 你要来怎么样来迎战 我觉得美国还没有想出一个方法 那面对欧美寄出的关税夹击 中国大陆电动车厂也加速在东协跟南美市场去布局规模了 还有另外的地方受到重视 那就是现在战火纷飞的中东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以色列的汽车进口商协会有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汽车品牌在当地卖的是遥遥领先 这个在电动车市场的份额占了将近有七成之多 其中以比亚迪卖的最好 足以显示中国大陆现在是成为以色列第一大汽车供应国的地位 好那既然性价比打不过你 那欧美只能让关税继续加 让车变贵来变相打击你 所以欧盟近期就宣布对中国大陆电动车产品 进口征收临时关税 这个税率从17.4%到37.6% 最长期限四个月 而且不同于他们以往决定一个东西 决定老半天这个曼郎中的步调 欧盟这次是风风佛火 很快就要实施政策 那联合美国关税 这种权要在8月1日出击 这股前后的夹击 中国电动车跟北极当局 他们要怎么接招 首先我们说一下 刚刚这个孙老师讲的那个电动车 这个特斯拉电动车被列为国产车 这件事情我再补充一下 很多人嘲笑说 把特斯拉列为国产车 包含当地的小网红 都觉得非常的傻眼 台湾艺术人也痛加嘲笑 但是我们平心尽气来检讨 这倒也不是胡说啦 我们台湾街上满街跑了 那个Toyota的进行车 不论是Camry 还是Artist 甚至Nissan的Centra 我们会认为国产车还是进口车 国产车嘛 因为在台湾生产线 台湾工人生产 在台湾组装 只不过我们会观察一个日系品牌 那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 那特斯拉说是国产车也不为过 因为特别是上海的超级工厂 目前年产量25万辆 未来有可能扩充到70万辆 那由中国的工人在中国生产线 大部分也是中国人来搭配 说国产车也不为过 只不过是美系品牌 我想这样子比较周延 那刚刚提到说 这个关税的事情 因为欧盟 还是目前特斯拉最大海外市场 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税增加 必然是有杀伤力的 其实特斯拉早就有预期到 会有这种惩罚性关税 只不过定在多少还不知道 那目前表列数据是17到18% 刚刚研老师也说了 但是不要忘了 特斯拉也不是空气座的 或橡胶座的 他们还是有反击能力 如果各位关注国际系统的话 市场上礼拜 特斯拉的老板 王川普就拜会了 土耳其的总统艾尔段 比亚迪 比亚迪的老板 王川普就拜会了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而且讲到说 未来要投资10亿美元 在土耳其兴建 一个当地最大的电动车生产线 那预计呢 连产15万辆 而且可以增加5000个就位机会 那土耳其官方民间 五不大力表示欢迎 连在野党都表示欢迎 只不过呢 它实际投产上市 要到2022年底 距离现在我们上节目时间 还有两年半 在这两年半的空窗期 要如何应对呢 当然特斯拉还可以努力 比如说 比亚迪还是可以努力 那比如说他到墨西哥设厂 因为美国也有可能惩罚性关税 那透过加拿大 美国跟墨西哥的关税联盟 共同市场 可以用免关税的方式输到美国 所以这方面还是很多策略可以操作 或者是进军没有实施制裁的日本韩国市场 这一提的是 这个比亚迪进入日本之后呢 坦白讲 整个市场率还是很低 但是相较一开始也成长不少 所以后事可及 那最后还这一提就是说 利用这个时间加强品牌形象 因为对很多国家人民来讲 还是不知道比亚迪实力 虽然规格技术都一样 但是品牌形象还是弱一点 如果能够利用这个空档 改善品牌形象的话 未来应该还是大有可为 那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 问一下我们的大清委员 就是北京现在对马斯克 开放绿灯了 让他的特斯拉进去 那未来我们会看到 这个特斯拉或者是 马斯克相关的更多产业 比如说他的星链 或者是他的SpaceX 或许跟中国方面 会不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对 因为其实北京这次 送了马斯克一个大礼 我刚才讲过 这个大礼对于马斯克他的梦想 所谓的自动驾驶 能够实现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如果今天北京不同意 把这个软体落地 不同意他把这个Data 可以带出国去研究 训练他的大模型 那么马斯克要推动 这样的一个目标 花更长的时间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斯克当然会投桃报李 先姑且不论 马斯克先前对中国大陆的谈话 就已经很友善了 那你接下来 马斯克可能会跟中国大陆 有更多合作的可能跟空间 那当然你说 中国大陆现在面对这个 欧洲药科惩罚性关税 中国大陆心头一定很清楚 你这个惩罚性关税 是政治的惩罚性关税 就是跟着美国老大哥 来打击我中国大陆的 惩罚性关税 讲白了就是这个 不要去讲什么 请销补贴了 就是骗人的鬼话 那么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之所以现阶段 还算老神在在的原因 刚才这个我们主席也提到的 它的市场并不见得在欧洲 就是欧盟的确是 中国大陆电动车 一个重要的市场 可是输往欧洲的电动车 有很大的比例 都是西方车系 自己的电动车 在中国大陆生产而已 其中最大额的就是特斯拉 所以你要惩罚 你惩罚到你自己 中国大陆自己的车子 一年是这个电动车 在欧洲市场 大概就20万辆 大概占8%左右的 这个市场份额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倒不认为 他有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反而是借着这件事情 你就是逼着中国大陆 把原本对欧洲进行的 农产品采购 全部都改到南美洲去 然后你去拉拢巴西 拉拢阿根廷 没关系啊 我的电动车 不要卖到你欧洲去 我卖到阿根廷跟巴西去 总可以吧 谁说将来阿根廷跟巴西的人 买不起电动车 更别提说 中国大陆现在电动车 有多便宜啊 便宜到你简直是无法想象 五六十万 大概就可以买到 一个很好品质的电动车 现在二三 三十万左右都可以买得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中国大陆 只要守住它东协的市场 南美洲的市场 中东的市场 非洲的市场 它的电动车 就足以吃定全世界了 更不要讲它自己国内了 它今天中国大陆有十五亿人 只要有一亿人开电动车 一亿台电动车 这个市场 光是中国大陆 现在的电动车生产 恐怕就要生产 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自家人就够迟了 欧盟宣布 对中国大陆电动车 加征暂时性反补贴关税之后 作为轮值主席国的匈牙利 现在表态 不支持欧盟的保护主义 还有市场的限制措施 而且提交了一份 加快欧盟向电动汽车 转型的提案 那中国商务部也向欧盟喊话 说要正视中国电动汽车 竞争优势 并不是来自于补贴 现在匈牙利呢 不只发言很不欧盟 这位总理 奥班他接任了轮值主席 来不甩其他的成员 包括了像之前 他没有告知 就频繁的出访乌克兰 俄罗斯还有中美 那奥班他自称 这一切都是为了推动和平 但是他一连串的举动 激怒了欧盟诸国的领导人 所以现在传出呢 最近奥班可能要面临到制裁 另外是匈牙利的国家经济部长 马顿直接说了 不支持欧盟的保护主义 和市场限制措施 这个动作意味着 会导致贸易战 不会对任何一方有好处 好 想想请到这些大使 你怎么看说匈牙利最近一连串的动作 那奥班他是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到制裁吗 其实匈牙利已经被欧盟制裁过好几次了 他最主要他拒绝执行欧盟的一些法令 因为匈牙利是保守的天主教国家 他对欧盟在有关这些 性别议题上的很多这些 强制的法令 他是不接受的 所以这个不只是匈牙利跟欧盟有冲突 波澜的冲突更严重 那欧盟的所谓制裁就变成就是说 我本来给你的补助款我就给你扣 甚至他还有这些罚款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不过这个都是过去欧盟所没有面对到的 因为欧盟国家很多就是说 大家反正都是共事局通过了以后你就执行 可是欧盟现在慢慢他的这个决策过程 有这个摆脱共事局这个传统的这个方向去走 其实这个对欧盟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 会扩大他会员国这些裂痕的一个很大问题 因为本来欧盟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说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被一群在布鲁塞尔的官僚 所控制 这个没有民主性 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主权 那当时他所以愿意做这样子牺牲 是因为欧盟本身可以提供很多补助 可以带来很多这些国家所欠缺的 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 还有实际的经贸的这个补助 现在欧盟本身这一方面对于很多已经加入的 中东欧盟国家的吸引力已经很少 而且他这个会随着你的经济水准发展 变成你是一个所谓的欧盟补贴的一个怎么样 受益者还是一个怎么样 还是你要出钱的 像波兰就已经过着那个门槛 他很多他要出钱去投入一个叫这个 叫Structure Fund 好像就是说这个一个结构基金去补贴一些 比较经济落后的欧盟国家 所以是欧盟的这些 加入欧盟的所谓的这种诱因越来越少 反而义务越来越多 那现在这个其实奥班就代表一些 不太对欧盟这些转变不太接受的一个领袖 那当然他就是说当了伦子主席国 他自己出国去访问 他可以说我代表匈牙利 他也没有说我今天打着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喜好 我今天去见这个 见这个 哲伦斯基 然后见普丁 然后见习近平 他并没有说我是以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这个身份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欧盟要如果要制裁欧班的话 他必须要一个理由 那你可以反对欧盟的政策 那有什么 难道欧盟是反民主吗 不能够支持吗 为什么他反对欧盟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这个 加征这种惩罚性关税 补贴性关税 原因是事实上欧盟的这个有关这个关税 贸易的议题 几乎已经完整了 各个会员国把主权已经移转给布鲁塞尔了 移转给这个Commission 所以Commission事实上 欧盟事实上派在WTO 各个会员国派大使 在开会从来不发言的 只有欧盟派了一个 European Union的Ambassador 他才有发言权 所以这个部分他是让读出来了 所以他是可以反对 那他也没有办法不遵守啊 因为这个欧盟的关税政策 完全由布鲁塞尔来控制嘛 所以你看德国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我不晓得欧盟要怎么制裁偶伴 那如果制裁偶伴的话 我觉得受到损失的不是偶伴 受到损失是欧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 显示说大陆的电动车 2024年6月的出口量 越减了13.2% 连续三个月下跌 那咨询机构指出近两年 大陆的电动车陷入了惨烈的价格战 预计要到2030年 现有的137个电动车品牌 只有19个可以实现获利 换言之就是有超过八成的品牌 要退出市场 或者是抢夺一些比较小的市占率 那现在大陆电动车暴力崛起 海啸般的席卷全球 逼得欧美车厂节节败退 我们要请教黄老师 你怎么看说 现在大陆汽车看起来很风光 但是这个出口连三叠 我特别看了一下 它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它的统计的图表 原则上 它的电动车 或叫新人员车的出口 不是一路向上 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波动型的 所以它通常可能上 它的出口可能增加两个月之后 可能下个月会掉下来一点 但是通常不会连三掉 所以呢 我们当然必须要把这个连三叠 当作一个警讯 就是这个刚刚讲的 这个暴力式出口等等 是不是到了一个转折点了 非常有可能 因为不只是中国大陆 它内部厮杀的激烈 而且包括欧盟 对它的威胁说 我会加你五年的关税 我现在是用威胁这两个字 因为还是有谈判的空间 但是大家当然会有一个 市场预期的行李 干什么找自己麻烦呢 所以它欧洲可能 对于中国大陆汽车下单的 这个量可能会 最近可能会稍微减少一点 所以会不会连四叠连五叠 我觉得从欧洲这个因素来讲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也必须讲说就是 如果你看今年第一季的话 对全球纯电车 市占率最高的还是特斯拉 可是它跌了8.5% 真的就像我们这边讲的 然后这个比亚迪 增加13 第三名冲上来的是 上海汽车的50 50也增加了很多 但第四名我更惊讶 是BMW 因为BMW的电车 其实在市场上 大家可能是 有一些口碑 但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总之就是电车 现在不只是 中国大陆内部厮杀的激烈 世界上现在这些电车的排名 可能在二三四名等等 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变化 好 黄老师刚刚帮我们提到了BRD 其实它是现在出口成长最快的车技 我们来看到这份数字 在今年上半年累计出口的汽车有20万7千辆 比起去年同期暴增160 那至于这个豪车品牌呢 滨市跟宝马 今年上半年在大陆的销量不佳 滨市35.2万辆 年减了近6% 那宝马呢 37.5万辆 年减了4.2% 双B甚至还降价了人民币十多万 但还是卖不好 好 这样今天怎么看 主要就是因为背后真的是 现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在攀升 所带来的结果吗 其实我觉得双B的车子 包括奥迪这些欧洲的名牌车子来讲的话 它之所以会跌下来 它销售量之所以会跌 不见得就是因为它的品质不好 或者是它竞争不过BRD 你要知道 其实每一种品牌有它的定位在 就像是我们都是出门买东西 那女生她为什么要带一个guge 或者是带一个名牌包 那事实上你用一个塑料袋也可以 对不对 用一个塑料袋也可以买东西 那主要彰显的是自己身份 对不对 彰显的 那开名牌车有这种 就是我一定是为了凸显我自己的身份 然后所以我开这种车 这是第一个理由 就是名牌车的价位跟一般的平价车 其实它在定位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客群是不一样的 那有些人是为了做生意 彰显自己的身份 彰显自己的财力 他会用名牌车 那从这个双B这种车子 这个销售数量会跌下来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BRD它已经晋升到 这种高级品牌的行列里面 所以它会抢食到双B的这种 就是这种高级的这种品位的 这种价格带的这些族群来讲 它会侵蚀到 抢食到这些族群 比如说可能像 昨天我跟这个介大使 介大使特别跟我讲说 到大陆去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比亚迪 不是 问界7 他觉得说不比 有听说 对 不比那个这个有关于现在来讲的话 不比这个BMW或者是说奥迪的这种车子来的感觉上面要来的差 所以我觉得大陆比亚迪它第一个 它表示它它占了抢了这块的市场 那所以说是双B来讲的话 当然在大陆上面它的价位会下降 那但是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比亚迪有一个这个特点 就是它的CV值很高 后来你发现说 它的便宜 但是不影响它的品质 那为什么CV值可以高呢 其实有人去美国 他们曾经拆解过比亚迪 它的海鸥 也就是平价车款 他发现说拆解完以后 同样的这些零件在美国 如果说同样的供应链 制造拼血的话 它的价位是它五倍以上 因为比亚迪它从采矿开始 从采离矿 到生产这个电动车的电池 一直到公司的生产 甚至到它的海运 所有装传的运输过程之中 一条龙都是它自己的企业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它当然可以让成本压低 但压低成本不代表 它可以压低它的品质性能 那当然在美国这边 时间也是非常的迫切 因为一百天就要进行投票 选出美国白宫的新主人 即将大选 在这一段内部出现比较混乱的期间 也看到中国大陆在外交上接连出招 包括我们最近这几天看到 邀请了巴勒斯坦 像是哈马斯法塔赫14个派系 发表了北京宣言 另外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 也在广州和大陆的外长 王毅进行会谈 他也强调乌克兰愿意 并且准备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而这两天 王毅在辽国又见了 像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还有日韩两国的外长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表示说 王毅在辽国举办东协外长会议期间 还将会应约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中国大陆最近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 其实看似好像是比较分立的 但其实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 怎么看这当中的关联 还有 现在我想请教的是 王毅见到布林肯 您觉得他们两位会聊些什么 最近大陆几个学者 他们不约而同都用一个大争知识 来描述现在的中美关系 就是原来一边是在韬光养晦 慢慢慢慢进入了一个 比较台面上的体系上面的角色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一边多级多边多元的主张 就是中国大陆这边的主张 跟美国仍旧维持 它以前单级单边的霸权主张 开始有不同的地方的静和 所以很多的学者就开始说 现在就变成两种世界秩序 正在开始不断地摆荡 然后互相地有一种 各种不同城市的征进 那这征进不一定要变成战争 拜登没有退选以前 他的计划应该就是 在华盛顿做了北约峰会 大家都支持他在俄乌战争的立场 同时大家继续认美国的老大地位 那么接着再到亚洲来 其他的比如说是阿西安 或是其他的会 那么他仍旧会是以至少 美国跟欧洲认他为共主 这个角色继续参与国际事务 这可能是原来的剧本 可是这个原来的剧本 在拜登突然退选以后 就稍微有一点改变 这改变不光是 我们从外面看是改变 事实上这个新的候选人的 个性跟表达也是不一样 像贺锦丽和川普 都分别的对泽连斯基 送出了新的信号 所以库里巴到中国去 因为他发现说 原来最重要的核心的支持者 那其他的人都说 好好好 我们一起去支持 但是你是这个轴心 那这个轴心如果软了 或者是轴心如果被抽掉了 抽粮了 那这个粮就是粮柱的粮 这个轴心如果被抽掉了以后 它下面一步怎么走呢 别人所承诺的无论是武器 或者是晶圆 或者是战后的重建 到底还算不算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取决于 在11月的时候 美国是新的领导人是谁 因此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从现在到11月时间 还是很长很长 因此它马上就到了 广州跟网易见面 所以它必须要去 至少它要去探索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别忘了拜登还说 我对于你进北约的承诺 是绝不改变的 是一个这么强硬的东西 但它现在人袭阵亡 它会不再算了 它讲的话不再算了 那另外刚刚有特别讲过 说小渊高强 我想补一下 大陆在特斯拉最危急的时候 这公司都几乎要倒的时候 它坐不出它要坐的车的时候 说你可以到上海来坐 你的特斯拉厂 当时就有一个协定 那个协定就是 最好零附件能够本地化 所以也就是说 拿低廉的土地 或是其他的优惠 换了技术上面的一些承诺 所以到现在为止 特斯拉在大陆所生产的车里面 大概95%就是零附件 都已经本地化了 所以你可以说 这是一种国家策略的展现 它的确是个举国体制 但是它不是非常狭窄的 在过去那种补贴的概念里面的补贴 那相反的呢 美国跟欧洲的各个国家 反而回去了过去 最狭隘的关税壁垒 直接国家补贴 所以我们到底哪边算是 比较公平竞争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对 呼应了最近这个 美国商务部长Rimondo 他特别提到了 他的结论就是说呢 其实所有的决定 都是美国企业所做的 因为为了要追求低成本 高利润 但是现在刚刚欣哲特别提到的 不确定性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其实当然也有两套因应剧本 不管是拜登也好 现在已经不是拜登了 有可能是贺锦金 或者是川普 那当然面对川普 有可能重新入主白宫 大陆方面也在谨慎以对 最近高盛投资银行也分析说 川普已经在影响 中国大陆规划的经济议程 因为呢 为了应对川普当选之后 将对大陆的商品征收 60%的关税 中方的高层 对于当前的财政刺激 可能会选择更加的谨慎 然后刚刚提到 Raymondo呢 这两天也反驳了川普的说法 因为川普说呢 台湾呢 抢走了美国 百分之百的晶片生意 但是Raymondo说呢 这是美国企业 自己做的决定 不要怪台湾 是美国企业追求 廉价劳动力 还有更高的利润 而且美国要达成 2030年 20%的晶片 国产化这个目标 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江老师 川普真的 也真的很有可能会当选 但是他一旦当选的话 势必对两岸的经济 都可能会造成冲击 两岸应该如何来因应 先看川普这个人 其实有点没有办法预测 他在想什么 但是其实 有人做一个很好玩的研究 就是去分析川普在 当政治人物之前 因为他很喜欢上节目 他就讲了很多他的英文 其实他的英文是很 算是漂亮的英文 可是发觉说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他讲的英文就非常的 比较基础 而且一直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 有人就说 怀疑是不是川普 是不是老了 但其实不是 其实是 其实你要去选举的时候 你要讲的是 给你的选民听的 那今天要选举 所以我可以觉得 把它理解成 它是一个选举性的语言 那至于 未来川普当选之后 会对台湾 或对其他国家做什么 其实又回到刚刚讲的 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 今天他觉得说 温室气体我觉得 好像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不好 那我就不要嘛 所以以前其实大家在说 我们再来可能要什么探税探权 我们要什么因应欧洲的C-BAN 美国的CAA 要有很多很多的配套 也许川普当选之后 就没了 但有人就说 那可能川普用别的方式 帮别人加关税 或是帮别人用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去把这些 他认为应该是他的东西 给他补回来 这我觉得反而是应该 比我们抢走 号称我们把他们的晶片抢走 还要来的危险 所以其实不管是 未来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当家 永远记得一件事情 美国优先 这四个字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要请教邱老师 就是看到最近 意大利总理魅诺尼 他应中国大陆总理 李强的邀请 在27号到31号 要访问中国大陆 那当然他这趟去中国大陆 也会会晤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有李强 以及中国人大委员长 赵乐际等人 意大利在之前 已经先表态 他们支持 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要加征关税 然后他们也正式退出了 一带一路 所以这趟访中 大家也在看的是说 他是不是试图 又在什么绿色技术 或者是电动车领域 说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怎么看他后面 他们背后的思维 其实看这一次的 梅洛尼访中的计划里面 其实我们虽然看到 是意大利这个国家 但其实这是很多欧盟 目前就是 你在欧盟这个大的框架里面 那欧盟做出欧盟 共同的集体的决定 就是我要针对 中国的电动车加税 那你底下这些国家 除了比如像匈牙利 因为奥班他现在是轮值主席 所以他可以做他自己的决定 他一向也比较不害怕 其他欧盟其他的国家的抵制 但是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他们国家的利益 跟欧盟的利益分离的时候 那到底你身为一个总理 那你到底是要保护欧盟的利益呢 还是要保护欧盟 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当然 梅洛尼我们都认为他比较接近 比较偏右翼 而且他跟川普的性质比较接近 他是比较民粹型的领导者 那在某一个阶段 他为了要争取欧盟对意大利的支持 他常常会比其他国家 更努力的去捍卫欧盟的利益 但是当他必须要回到国内 面对他意大利国内经济发展的时候 他又必须要帮意大利找出一条出路 那一带一路 就是意大利的摇摆 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就跟川普到铁锈区去看到那些选民 川普也会讲 那个我们应该如何如何 我们要加税 我们要把那个 我们丢掉的工作抢回 那梅诺尼也是一样 所以他这趟去 他还是必须要 法拉利或者是其他意大利的 他必须要顾到意大利 对 意大利的汽车制造业 是他意大利的传统 那现在第一波已经追不上了 那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赛道上面维持优势 那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中国合作电动 新能源车 那这一趟不是梅诺尼自己来而已 他还带了很多其他的企业 而且说穿了 归根究底的还是必须要考量 他自己在意大利的民意支持度 因为他必须要顾及到是支持他的那群 意大利的选民们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6月12号签署了这项法律 批准俄罗斯跟中国关于联合要建立这个 国际月球科研战的协议 那中俄的计划呢 在2035到2040年要完成 月球科研战的这个建设工作 好 我们要简单 请干哥帮我们简单短评了 现在五角大厦说 也你要推动这个全新版本的星战计划 那可能就形容说 美国是不是像冬眠的雄苏行后不可挡 那你怎么看 也有可能 但为什么 你要知道长乐六号这次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它已经到了月球的背面 对不对 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现在计划是在2026年跟2028年的时候 分别要到月球的南极去采集月壤 然后利用3D列印的高度技术 干嘛 进行了月砖的生产 大家想说 这个是一个野心非常大的宏大的计划 要做什么呢 要2035年成立太空站在月球 那你想想看 要建造一个太空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然后竟然这些计划都是非常实际的 所以普丁签署了这个跟中国联合的 月球科研站 太空站的这个计划 就是有这个目的在 那你说它没有军事的目的存在吗 这个其实老师讲一句 每一个人都会去产生很多联想 你要知道美国上个礼拜 他才刚刚骂过俄罗斯说 你最近发射了一枚禁地卫星 那个卫星叫做杀手卫星 我们已经查出来了 你会对我们的卫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太空中现在有多少卫星吗 总共有7500颗 美国就占了5000颗 然后大陆还不到300颗 然后俄罗斯只有200颗等等 所以还有其他国家的卫星 那你今天就想说 如果真的美国在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时候 他真的是用那个SpaceX那个火箭 搭上了Starlink这个系统 传输讯息给乌克兰前线的军队 难怪为什么能够打成了 莫斯科号巡洋舰 所以其实俄罗斯跟中国方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疑惑 可是美国到底是不是苏醒的那个 一头熊 或者是一头鹰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他们现在也在准备发射杀手卫星 以及禁地的高能镭射指向武器 这些都要花大钱的 我觉得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当选 这才是他们后面真正的挑战 是 谢谢干哥 好 现在其实中国跟美国在这个太空领域 竞争真的越来越激烈 我们要请汉庭医员帮我们来点评一下 您看北京是有没有可能会复制在 电动车市场的这个模式 然后追赶领先地位的美国 从您要看在太空当中有非常不同多的领域 在某些领域当中 其实大陆已经领先了 比如说太空发电站 这个美国过去从来没有重视 但是大陆已经有很完善的设施跟这些建设 那因此是到今年美国才在国会的听证会上 才讲说我们这一块已经遥遥落后中国大陆 应该要激起直追 那么美国许多的太空司令部这些 他们也都纷纷地讲说 大陆在以惊人的速度 要超越我们 并且它大部分是以比较威吓性的态度跟口吻 说这是中国在太空部署军事上的能力 而且会来监视我们 可能会来打击我们什么的 那为什么美国会突然这么说 当然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当今的太空的能力的确强大 就包含火箭的发射次数 甚至是太空的各种项目 都是中国大陆最多的 那么目前就连登陆月球的月球基地的计划 都已经做好了 按部就班的推进进行当中 所以正因为大陆的快速进步 才会让美国越来越紧张 才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讲说 自己应该要急起直追 所以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领先 那么第二个 我们实际来看这所谓的大陆太空军事能力 到底有没有像美国所担心的这个样子 大陆人总认为说这是美国做贼心虚 为啥 因为目前为止大陆所发展的航太事业 其实跟军事都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关联 那美方的这个指控 其实也没有丝毫的证据 所以当然了 就是大陆它没有主动 所谓在太空上的军事攻击 目前的相关的证据 但是反太空军事化的这个能力是有不断提升的 就是说一些相关的自卫的技术 比如说如果有人想要破坏大陆的太空轨道 那么大陆的卫星就可以把它脱离轨道 这就是属于自我防卫能力 那这个是有的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如此担忧呢 其实就是因为美国一家独大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再来一个 就是他当然会有这些的言论 讲说这个大陆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要急起直追 当然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军费 所以呢 目前为止 大陆对于月球最新的包含长额六号等等的 许多的科学研究或者是考察 目前来看都是按照计划 很准时的在进行 未来呢 预计2030年就要再人登月 2040年呢 就在月球建科研站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也就在这两年吧 美国也才讲说 2024要重新让人再人登月 但到目前为止 2024也快要一半了 目前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 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呢 目前来看 如果有一天 大陆的这个2040年的时候 月球科研站正式完工 那么当然美国就遥遥落后了 这是汉庭的看法 杨老师帮我们一分钟简单讲一下 那您怎么看北京有机会 追赶领先吗 你说是北斗嘛 对 对不对 北斗来讲一个小故事 北斗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1993年7月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大陆远航的这个货轮公司的一个船 叫银河号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货轮 装载了六百多个这个货轮箱 然后呢从天津上海香港 然后呢新加坡要开到杜拜 1993年7月 结果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就认为说 他在印度洋上面的时候呢 就指控他说 他上面装载化学武器的原料 要送到伊朗阿巴斯港去 所以要求他这个 那个时候就是美国中部 司令总部的军舰要靠近 说要去检查 那中国方面就拒绝 拒绝 那美国就不能够动作 后来呢 你知道怎么办 美国就把那个船的GPS给关掉 不给他GPS的讯号 所以呢中国大陆这边 就在这个船就从海上消失了 快靠近岸的时候 才发现到 他已经快要靠 就是这个杜拜了 当然这个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个1994年开始 中国大陆就决定 至少我们在军用的层面 要有自己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 就是北斗星 所以北斗一号 二号 三号 到去年应该是五月份的时候呢 北斗五十六星 通通发射上去 那但是北斗 现在不管 大家有人说 它的这个 就是比较准确 不过因为它的坐标系统不一样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难够比较 那GPS呢 事实上是比较旧 有一些卫星 也比较老旧 可是它已经进入到第三代 所以应该这么说 其实现在在大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手机 跟这些讯息 都是用北斗系统 在中国自己本身 从军用到民用到商用 都已经是非常普遍 而且它有很大的特色 它可以打文字回去 也就是说可以卫星接收 双向的通话 这个是GPS做不到的 所以你如果在野外 越野的时候怎么样 好像华为去年出了一款手机吧 叫戳破天 因此呢就是说你可以 这个送文字 透过这个 这个北斗 然后呢得到讯息 因此我是觉得 现在开始透过一带一路 它也这个扩大到 这个非洲 一些中东的地区 我觉得北斗 其实已经打破了 美国GPS的这个垄断 但是呢 就全球性 当然没有像GPS 是这么广泛 可是呢 它的效用已经在扩大当中 电动车大战 现在全面开打了 我们来看到欧盟 继美国之后 在6月12号的时候 正式宣布 说7月4号开始 要对中国的电动车 来加征暂时反补贴关税 那其中最重的比例 是高达了48.1% 好 这张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中国大陆相关的部门 各种批判的声浪 没有停过 我们从呼卡康中来看到 这国家发改会呢 连三篇发文 他指责说这个主动呢 是阻碍了全球绿色低碳 转型进程 而且不利于欧盟能源自主 还有经济安全 那中国大陆的车企 也陆续发表一些声明 坚决表达说不满不公 更强调说这样的举动呢 就是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不过现在也有分析认为说 其实中国车企方面 他们早就有应对之策了 包括呢 转进欧洲来建厂 或者是建立合资企业 那另一些是考虑要从泰国等 第三国来向欧洲出口 好 针对这个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大勤哥 你怎么看来欧盟跟美国它的力道呢 美国跟欧盟 对中国大陆电动车加征关税的 这个出发点 其实不太完全一致 美国呢 它就是奸诈 欧盟是愚蠢 那对美国来讲 它之所以奸诈的原因 它原本就是要在这个 美中争霸的整个的格局之下 它希望尽可能的 这个限缩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的能力跟市场 然后借此来打击中国大陆 这是美国在整个这个美中争霸架构里头 一环又一环的套路 它就准备好了 所以在科技上做围堵 在军事上做封锁 在政治上做结盟 然后在贸易上它开始打压你 然后给你灌上了一个帽子 说原本你这个新三样 你就是过度的这个产能 这个超过了 然后政府有补贴 然后你就是恶意的请销 但是美国没有补助吗 美国没有补助它半导体业者 美国没有补助它电动车 拜登那么高调的 在白宫前面的草坪上讲的那些话 都是我们做梦到的吗 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就是美国 美国它自己 眼中只有它自己的利益 就全球的是非 对美国来讲都是不重要的 就美国认为你对 你就是对 美国认为你错 你就错 美国认为你请销你就请销 所以美国自己可以做 可是你不可以做 但是结论上 其实最主要的关键问题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很惊人的地步了 就中国大陆在这些年来 因为他们不断地在国内的市场 推动所谓的这个电动车的基础建设工程 而且做得相当的好 就是我过去在立法院 要推这个电动车 在台湾我不是没推过 推电动车最重要的关键是 你有没有这个环境 就任何一个 这个车主要买车的时候 你先想的是 我的车会不会荡在路上 我到底能不能够很方便地找到充电站 我到哪里去换我的电池 这才是重要的关键 然后我的车的价格是不是合理的 那大家会经过一个缜密的盘算 之后才决定我要不要用电动车 可是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些年来 他们是以国家的力量 在全面地铺建这些基础建设工程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充电桩 它的充电的这个规格的统一 它的这个换电站 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也正因为如此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中国大陆电动车的这个行业 也是蓬勃发展 雨后春损的 一大堆品牌我们的听都没有听过 那在这种市场很庞大 需求很强大 而竞争又很这个压力 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它电动车的价格 不断地在降低 第一到现在 大概30万台币 就可以买一台电动车 那你能想象吗 30万台币买一台电动车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更狠 更厉害的是 它不只是电动车 它把电动车跟AI结合了 所以叫做智能电动车 我曾经看过中国大陆的一个demo的影片 它demo了一个智能电动车 这个车子里头是没有任何按键的 那人家说那没有按键 你怎么去操控这辆车呢 没有问题啊 他说我用手指 说现在把那个玻璃降下来 那个玻璃就降下来了 他用手指就可以了 他不用按键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已经试图在把电动车 跟人工智能又在绑在一起了 所以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发展 早就远远地把美国跟欧洲的这些车器 甩在后面了 那这就是美国的不安跟惶恐 那么他担心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那么借由电动车的这个 在全球攻城掠地 一方面他美国的汽车行业就不要做了 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的果力就会变强 所以其实美国之所以要对中国大陆 这些贸易科增关税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就是希望 在美中贸易争霸战的过程当中 他要压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那当然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对美国来讲 因为拜登现在选情很糟 这是严老师的专业 他在很多摇摆州都很危险 因为我过去在Ohio念PhD的 所以像我们Ohio周围都是汽车工业城 所以你就发现他在Wisconsin 说要磕增什么钢铝的税 要把它磕高一点 然后他在像Detroit这些地方 他就不断地在强调说 要打击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其实这是为了他国内的选举 但是我觉得欧盟就是个蠢 就愚蠢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欧盟他马上就要磕增这个碳税了 他马上就要推 强力地在推这些减能减碳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所以欧盟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最在乎绿色能源 他应该最在乎对抗全球暖化 那电动车不正是一个最好的工具吗 那么甚至现在全球 不管是电动车 不管是太阳能面板 大家当然希望价格越低越好 因为你价格越低 就有越多人会采用 有诱因 那有这个诱因 你才能够真正走向绿色能源 走向减能减碳的 这个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你现在看到欧盟现在对 中国大陆电动车磕这么高的税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被美国绑架 就他们甘为美国的小弟 就是美国要做这件事情 他们也不敢说个不 但是我要强调的关键问题来了 当今天美国跟欧盟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第一 他们必然会遭受到同样的 对等的这个关税的调整 所以你以后不要讲别的 你德国的车还不要卖进来 你德国车以前在中国大陆 你Volkswagen几乎遍地都是 那德国车在中国大陆 其实占了很重要的一个 中国大陆市场对他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比重 那现在如果今天 你对他的电动车做这样的磕税 他同样的把燃油车的这个税率提高 中国大陆可以讲得很漂亮 他可以不要说贸易战 他可以说我为了要鼓励国内的 这个绿色能源 我为了要鼓励国内的这个绿色交通 所以我必须要做这样的方式 把关税提高 让所有的燃油车能够退出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中国大陆不管是 把生产基地移转 或者是他做出对应的 这个关税的调整 其实美国跟欧盟 并不见得能够讨到任何的好处 是好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个大陆官媒央视新闻旗下的 一个新媒体账号 预约谈天他发文指出 欧盟对于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 中方内部呢正在推进要提高 大排量汽油车的这个进口占定的 关税相关程序 刚刚我们想跟你请教 因为中欧之间 其实这个依存度是非常的高 那如果贸易战扩大的话 是不是会两败俱伤 当然啦 但是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关注之中 为什么 中国跟欧盟之间的贸易 它每年都已经达到一个 节节上升的那种规模 所以你就晓得说 这两方之间的依存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跟你讲 到了今年 德国销售给中国的这个汽车 就是2500cc以上排气量的汽车 已经到了180亿美金这么多了 一年耶 一年这么多 好那我请教你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要对中国的电动车 采取加征关税 还不到报复性喔 现在只是加征关税而已 那你今天中国也照样可以从农产品 从一些就是说奢侈品上面 来给你干嘛 也进行关税加征的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跟你讲 两边一定都不会讨好 好在我们到7月4号 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观察啦 不过有另外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当6月12号宣布要 对这个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时候 6月13号 港股跟中国的股市竟然往上扬 非常的耐人寻味了 是谢谢干哥 好不过尹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了 因为接下来呢 包括了德国副总理还有意大利总理 他们前后都有要防中嘛 你怎么看这个行动 以及呢 刚刚其实大剑哥少帮我们谈到了 德国汽车这个制造商 他们跟中国的合作很深 那接下来会不会受伤更加惨重 我觉得当然不仅是就是说 会担心这个中国的车子 这个电动车在欧洲的这个销售 但对德国来讲 德国自己的车 中国的市场很大 还有 对不起 在中国生产的也很多 那难道要把中国生产东西也要 这个 这个以后都要 中国也说也要课税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我觉得最好 最有意思可能还是 大家刚刚提到 你今天指控人家补贴 我自己在美国 他在欧巴黎 我在印第安那 我去参观农家 农家就跟我讲明 他说我们这块是玉米田 这块是这个大豆田 这一块是政府付钱给我们 叫我们不要生产 因为产能过剩 因为你知道美国中西部 那个农业实在太强了 所以美国有没有补贴 一大堆 然后这个chip ad 不是补贴吗 那什么叫做补贴 你今天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那欧盟是说 他有调查中国大陆 那我觉得我要 我还没看到报告 那个报告要出来 为什么你这几家 不同的电动公司 那个电动车的公司 你那个关税都不一样 然后会不会到最后 又像大家都以为 像是川普想的一样 加了关税 是中国人要付很多钱 不是 是消费者 是你们的欧洲的消费者 是美国人在付钱 当然他们可能会不会买 但是至少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 你是刻到了中国的公司 不是 你可能说 希望打击它的销售量 但是如果它今天 即使你刻了税之后 它还是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看到 就是美国 那时候打击日本的车 也是一样 它觉得日本车 就是因为靠便宜 结果后来到最后 美国人认识说 日本车品质比较好 不仅是便宜省油 而且品质还不错 那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到了时候 你用关税来处理这个问题 就已经没办法 你关税只能说 是打击 就是说品质真的不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他们觉得 那我就不要买 没问题 但如果品质真的比你进口的 比你原来国家的生产的 还要好的时候 我觉得你真的很难打击的 不过尹老师 其实就像刚才老师讲 我觉得老师刚才讲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你自己的品质到底行不行 如果今天美国生产不出来一台 我刚才讲的那个智能电动车 那那个智能电动车就算 不要说关税40%啦 就关税百分之百 乘以二好了好不好 乘以二 一台30万 它乘以二就不过就60万 拿到美国去卖 还是有人要买啊 是啊 因为你美国做不出来 你美国没有这样的品质 你美国做不出来这样的产品 所以关键在于你自己的能力问题 关键不在于人家有没有请销 那第二个关键就是刚才这个老师讲的 事实上老师也讲到重点 就今天如果真的采取这样的动作 其实对美国跟这个欧盟这些国家 并没有讨到任何的好处 这杨毛是出在杨身上的事情 所以过去川普不是没干过 过去川普老师应该觉得他在任内 他曾经去跟这个Apple跟福特汽车说 你们要把厂搬回来 你们如果不搬回来 所有运回来的我都给你磕关税 他们搬回来的吗 没有 因为为什么 他们打了一下算盘发现 那随便嘛 我就宁愿加关税 价格就高一点点 最后就卖给消费者 我就算苹果手机贵个两千块 你难道不买吗 你还是照买吗